2023版巴拉圭移民主要方法 封土人情 谢谢 今天要介绍的是关于巴拉圭的基本情况和移民方法 全称巴拉圭共和国 巴拉圭是南美洲国家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 也是南方共同市场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 不结盟运动以及利马集团的成员及创始国之一 截至2023年7月 总人口未超过743万人 人均GDP未超过1.3万美元 西班牙语和刮拉尼语同为官方语言 在2023年全世界总共198个国家不包含地区里 巴拉圭护照在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签证免费数量排在世界第26位 其中免签86国 落地签49国 电子旅行政五国 巴拉圭移民主要方法 如果你想移民到巴拉圭 那么您可以申请永久居住签证 您必须存入相当于35个最低月工资的金额 目前总计为24554600 PYG约等于4.5万美元 可在巴拉圭中央银行进行存款 无利息 也可在任何一个巴拉圭商业银行存款 一旦您获得居住签证 您将可以全额取款 您还可通过创办公司的方式 获取居住签证 但最小投资资本 因为上述金额 您也可以通过购买农业用地的方式 获取居住签证 但土地面积 至少为10公顷 受养人 配偶 受养子女和父母 有机会包含在申请中 如果您想在巴拉圭退休 那么需证明 您每月的收入为 7015600PYG 约等于 1300美元 在一定条件下 您将可享受 一定数量个人财务的进口关税豁免 该签证无需续签 但您必须每三年到巴拉圭至少一次 否则您的居住签证将有可能被撤销 Unified System of Opening and Closing Companies Sales对外国投资者 有一项特殊程序 这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 执行与公司注册和居住签证申请相关的程序 通过这一程序 签证申请只需20天 若通过标准程序进行申请 用时可能超过3个月 除了一般要求以外 投资人还必须提交一份 由巴拉圭工商部副部长开具的证明 证实投资人符合Sales资格 要符合Sales资格 申请人必须证明 投资金额为5000万PYG 约等于9150美元 若投资于公司 那么投资金额 必须至少为1亿5000万PYG 约等于27500美元 根据巴拉圭国家宪法 在持有永久居住签证三年之后 您将有资格申请入籍巴拉圭 您需要证明与该国的一些联系 例如拥有房产或当地公司等 您还需要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以及巴拉圭 历史 地理和政治等知识 建议您获取一封 由一级银行开具的推荐信 以及银行等级证明的认证副本 要求 邀经济偿付能力声明 可通过在您名下的巴拉圭银行的储蓄账户 或活期存款账户中 存款的方式来证明 二巴拉圭房企 若适用 三公司注册及古本证明文件 若适用 四由巴拉圭国家警局 National Police 及身份局 Identifications Department of Paraguay开具的文件 五由巴拉圭亚松森区域办公室开具的国际刑警组织证明 六所属辖区警察局开具的生活和居住证明 七由入境检查点 机场或边境的移民局开具的合法入境 巴拉圭的证明签证或盖章护照 八由公正人签署的宣誓书 证实申请人将遵守巴拉圭国家法律 九您出生国的警察或法庭记录 10出生国或最后居住国开具的健康证明 11领事馆旅游签证 若适用 所需文件 要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二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三出生证原件 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四结婚证原件 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五医疗证书 六银行推荐信原件 获得不超过六个月 基金公正的遵从法律宣誓书 86章护照尺寸照片 九居住地址证明 一申请人国籍要求 A受限制国籍 无官方受限制国籍 B双重国籍 根据巴拉圭国家宪法 可通过宪法 互惠的国际条约 在原籍国与入籍国之间承认多重国籍身份 目前 只有与西班牙的双重国籍条约生效 然而实际上 极少要求放弃原国籍 由于每个案例都是单独进行处理 因此建议先进行法律咨询 2 税收 仅供参考 一年中在巴拉圭居住120天以上的人员 将被视为纳税居民 纳税居民和非居民 都根据其在巴拉圭境内的收入 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果收入相当于 或高于120个月最低工资 那么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 否则税率为8% 股息按5%的实际税率缴纳最终预扣税 资本收益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按标准税率纳税 房产根据其地级价值 征收1%的房产税 某些类别的财产 可能需缴纳附加税 无遗产税和净资产税 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0% 某些商品和服务的税率为5% 至于企业税 本地常住实体 根据其在巴拉规境内的收入 按10%的固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一些诸如利息和资本收益等境外的投资收入 可能需要纳税 最后 没有最好的移民项目 只有最适合的移民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和项目 限于审查 字数及时间限制 无法在这里一一赘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取得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